哈囉大家好,我是秀麗婷婷婷老師 最近越來越多的線上學生開始找我上課了 但是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怎麼樣聽爵士樂 那甚至有很多的人聽完爵士樂或是正在聽爵士樂的時候 其實根本就不是很清楚到底爵士樂要怎麼聽 大家知道其實爵士樂有一定的規則還有結構跟順序在的嗎? 看完了今天這支影片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其實爵士樂一點都不難喔! 好,那首先呢大家第一個要先了解的就是 其實什麼歌我們都可以改變爵士樂 因為其實爵士樂它有一定的規則還有演奏的結構還有順序在 首先第一個我們在改編或者是在演奏一首爵士樂的時候呢 我們會先把這首歌的主題也就是被你先談過一遍 然後再接著下來把主題談完之後才會進入到即興 也就是improvisation的部分 然後談完即興了之後呢我們再會把主題談完一遍 這首歌才會是一個完整的爵士音樂 那我們在學爵士樂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學即興 我們等一下再來探討即興的內容是什麼 我們先來看一下主題 很多人在學爵士的時候 第一首歌我們都會是先從 Altern leaves 開始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首很有名的標準曲 Altern leaves 這首歌呢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32小節為一個單位 當我們想要演奏爵士版的Altern leaves 的時候呢 我們先不要思考我們要用什麼樣子的節奏 我們先單來看我們要如何開始演奏這首歌 那一開始的時候呢我們會先把這整個32小節完整的談過一遍 那可能稍微有一點點的旋律變化 但是我們做完了這32小節之後呢 接著下來就會進到即興的片段 那很多人可能在聽爵士音樂的時候呢 一進到即興片段的時候 可能就迷路了 或者是就不知道樂手在做什麼事情 其實呢大家在做即興的時候 還是會依照這一首歌原本的小節數的倍數來做即興喔 比如說Altern leaves 這首歌呢 它是32小節 所以在即興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會以32小節為倍數 而且是32小節的和弦的順序 按照這個和弦來做即興 那即興的長度就是取決於你想要把這一首歌的Altern leaves 談過幾遍 如果說你在即興的時候 你想要演奏四遍這首歌 那你就會是彈四遍的32小節 那在即興的時候呢 一次都會只有一個人 一個樂器 會是詛咒樂器 這個詛咒樂器呢 其實它也是有一個規則還有順序在的 如果你今天是要參加一個大家爵士音樂樂手的同樂會 我們叫做 Jam Session 這時候即興的順序呢 我們就會以獨奏樂器 也就是一次一個音的樂器開始 因為像這類型的獨奏樂器呢 它的感覺和觀眾是比較近的 所以如果今天有歌手的話 我們通常都會先讓歌手即興 也就是它會是第一個當Solo的人 那在接下來就會是管樂 比如說大家熟悉知道的Saxe Paul 或者是小浩 那等獨奏樂器演奏完了之後呢 接下來就會換到和聲樂器 就是一次可以發出兩個音的樂器 那像這類的樂器呢 就會比如說是鋼琴 吉他 那等獨奏樂器還有和聲樂器 想要即興的人即興完了之後呢 最後可能才會輪到第一大提琴 也就是bass手 或者再來就是鼓手 那當我們演奏到即興的後面的時候 也就會是整首歌的最後的高潮的部分 那樂手很長還會再做一件事情 也就是會跟鼓手 或是其他的樂器做train 也就是大家會互相交換 演奏有時候四小節或是八小節即興 那等所有人的即興都演奏完了之後呢 最後再聽到主題 然後這首歌就會是完整的結束 那有的時候呢 大家可能會發現 這個音樂可能不是一開始就是演奏這首歌的旋律 那有可能就是演奏的人 他在演奏主題之前 他又加了可能幾個小節的前奏 或者是他在最後演奏完最後的主題的時候 又加了幾個小節的ending 也就是微奏 所以整個聽起來前後感覺好像 不是這首歌的主題 但是事實上他整個架構還是在的 所以如果說呢 今天你聽的有一首歌 他是有前奏也有偽奏的話 他的結構就會是前奏主題即興主題 最後就是偽奏ending 這樣子大家清楚了嗎? 那一開始的時候我們有講到什麼歌 其實我們都可以改編成爵士 所以呢 如果說像我現在改編的這首 灌籃高手的話呢 那一開始我就會先把灌籃高手 這個48小節的旋律 沒有做任何的改編 然後先演奏一遍 或者是我改編了他的和弦 但是我維持了他原本的melody 也就是他的原本的旋律 再接著下來呢 我們就看現場有多少的樂手 或是我跟多少的樂器一起做合奏 然後在即興的部分我們就輪流 看大家要談幾遍的48小節 那這48小節是因為這首歌是48小節 而且我們所有的即興的人 都是按照這首歌上面原本的和弦進行 不改任何順序的做即興 然後等最後大家即興完之後 再演奏一次灌籃高手的接首歌 然後再做ending 這樣子大家是不是對爵士樂有更清楚的了解了呢? 那大家可能還有一個迷思 就是覺得說 是不是爵士樂一定要改成Swing 我在這邊稍微補充一下 其實不是所有的爵士樂都是Swing 但是最常見的真的就是Swing Swing呢翻過來就是搖擺的意思 但實際上當你想要把一些喜歡的流行歌 或者是動畫歌改編成爵士樂的時候 你有很多的節奏可以選擇 像灌籃高手呢 我就選擇了三種很常見的節奏 分別就是Swing、搖擺、Pasanova 還有表片Fusion pump的這樣子的節奏類型 但是無論你選擇用什麼樣的節奏類型 都要依照我們剛才講的這個結構順序 也就是先談主題然後做即興 最後再把主題談一遍 為什麼我們都要在頭尾都要各談主題一遍呢? 也就是對於這首歌原本的作者一個尊敬 因為畢竟中間我們大家就要隨便亂即興了 可能即興到大家都會忘記這首歌原本的樣子 好啦,那這樣子大家是不是對爵士有更清楚的了解呢?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不要忘記幫我訂閱、關注 還有分享給更多喜歡音樂的人喔 也不要忘記支持力挺現在正在推廣的現場課程 那我們下期見囉,掰掰!